把他找回来 让我承受再多的痛苦都没关系 能力担当定海神针吗 有鹿岩的地方就没有危险了 鹿岩本身都是对爱情是非常执着 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从一而终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单纯的爱情的一种感觉 善良 仗义 敢爱 敢恨 有担当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是很多时候都是在强撑和强壮 什么流血了 我这是牙龄出血 上火了 他是一寨之主 很多时候他的一些情绪 或者说一些委屈 是不会在大部分面前人展现的 谁让你抱我的 鱼丹丹丹就是大家的类类比较可爱的性格 这样子 顾北希应该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 然后在最爱的过程当中 从一个恋爱小学机 变成了一个恋爱打光机的过程 二姑姑 走 小昂 细菌啊 他这个人物的性格 他本身的人性格比较沉淀 白石七没有套路 白石七一直都很真诚 很真诚地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白石七 但是还是非常有一个人性化 还有非常有爱心 一种感觉都要演得出来 大海的性格就是热情 仗义开朗 有本事你把枪扔掉啊 咱们肉搏 遇到事情呢 不慌不忙的 戏里边总有数 什么事 你 别吵了 要真的 你 村里找 大海出来 出发 行行行 等着 对不 没有一个父亲是称职的 但每一个父亲都在尽力 你的小生年啊 经不起车腾 应该是不成功 因为我那个男人 还给我性命